失智症或腦退化主要是腦部的神经细胞大量流失 令到一个人的智力或个性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大家要留意这种病神智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 患者在这个病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清醒的 并不会出现因为腦退化而昏迷的情况 因为这个病影响了病人的智力 即是一般的智力或判断能力 所以标题这次我们的影片虽然说是自我诊断 但自我诊断这个病有个困难在于他自己 通常患者本身就没有了自知之明 我们就没有了insight 即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通常是旁边的人才知道有问题 所以应该准确地说 这条影片主要是关于家人如何去察觉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脑退化 我接着就会讲一讲一些失智症最常见的 一些具体的 即是比较具体的 不是一些教科书式的 我会举一些例子 大家就会容易明白一些具体的病症 而且就有一些小见的病症 很少人提计的 但都可以是脑退化的病症 让大家去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他早期的症状很多时候是不记得短期的东西 比如说不记得我今早早餐吃了什么 其实他去了喝茶 他不记得了 或者家人问他 你昨天是不是去了 医生复诊糖尿病 他说有什么 不记得了 在脑退化里面 就长期记忆那里 是一般都ok的 就是他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很久之前 子女出生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记得的 等于好像电脑那样 即是他长期记忆 擠了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擠了上cloud那里 擠了上cloud那里 就算什么事发生 都很容易retreat出来 很容易记得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短期记忆 就等于RAM 即是说 你可能昨天上过哪个网站 吃饭之前看过哪条片 现在想看 立刻按出来的RAM 就帮你找回那条片 即是立刻可以看 主要是RAM那里出了问题 即是如果失智症 露退化 主要是RAM那边 短期记忆那里出问题 长期记忆是ok的 短期记忆出了问题 但是他又没有了那个判断力 即是说他不知道 是自己的有病 比如我把眼镜放在哪里 或者我把锁匙放在哪里 很快就不记得了 很多时候就会衍生到 因为他自己不明白 他就会觉得 咦不见了 当然是有人搞鬼了 当然是谁谁拿了我 我都见过有些老人家 即是在一些公屋的老人 那些老人家 两个老人家一起住 他就说 当然是那个人拿了 那妄想的意思呢 那妄想的意思呢 就就是又不是 好像我们中文妄想 一般我们明白那种 那种意识 那种意识 就是delusion 那个意思呢 就就是说 一些很坚信的信念 即使眼前看到 那个证据呢 都是跟他相信的东西相反 他都照样信他 自己相信那样东西 那叫delusion 那就是说 如果他自己又不记得那些东西 那跟着又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那他就会把周围的人在弄他 周围的人在偷他的东西 那有时候很难说服他 那变了有一个delusion的地步 他就总是觉得周围的人在偷他的东西 偷他的钱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脑部 而旁边那里 就控制我们的语言 那如果脑退化 那部分那里的神经流失得很厉害的话 慢慢那个患者就会出现 就找不到那个字出来的那种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 有一只标那样计算 那他就总是说不出这只标 那他就说 就是我带着你 你手上带着那个钟呢 他总是说不出那个标 或者他会用一些错的字 比如他想拿今早的报纸 他就会跟你说 今早那本书呢 那本书去了哪 就是他拿不到那个字 再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一些 就是基本生活机能的东西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 煮食 那些基本的东西 那些东西 那或者那些 基本的理财 就是说 怎样 怎样 洗钱 找信用卡数 那些东西 那就是 如果你说 他本身处理这些 是OK的 不用你很叻 不是要你做 就是财务策划师那些 而是呢 就是说他平时是可以处理到这些东西 那你发觉 他突然间 就乱大龙了 处理不了了 洗了一笔很大笔的钱 譬如说 你妈妈煮那个 番茄炒蛋 就是很拿手的 你从小吃到大的 那他突然间 就不记得了怎么煮 那样 那如果在外国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开车 那就是 通常那些人都是 开了一小车 突然之间 就发觉不知道怎么开车 说完又说 大家就 听到失智症 失智症 那以为它是一样东西 或者有些人觉得 失智症 就等于Alzheimer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失智症 是一个 就是 廣泛的 总称 那 失智症里面 有小分好几种 例如Alzheimer 就是最普遍一种 Alzheimer 就是说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找到 那就是 就是这样 退化而已 那其实 还有其他 比如说 有些 因为一些 小小小小的中风 就是说 重复重复有些小中风 每一次中风的时候 那些血管失去 又死了一部分 神经细胞 那就是 它又很少 它又未知 好像真的中风 一边伸不动 那样 那种 那它每次 就有点 每次的 那样 那跟着慢慢 即小成多 就演变成 腦退化 那有一部分 是因为 腦里面 退化得来 就有些好像 那样的东西 有些蛋白质 就形成了 蛋白质 越来越多 就令它退化 那样 那意思 其实里面 有好几种 那你说 最终 这些病 最终最后期 那些病症 都是差不多 但是中间的病症 有少少分别 那跟着我说 那个象征 其实就是其中一种 叫做 Lewibody disease 就是说 就是脑里面 形成一些蛋白质 很多 影响到退化 那种病 那这种 就很流行 有这个幻觉 幻觉 这叫做 Hallucination 就是它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人家看不到的 那大家可能都有经验 看到有些老人家 就说 我见到哪个死了的人 就在那里 坐在那里 你看那个 那个 早几年 癌症过了身 或者有些人 就会看到 那里有个小孩 你看到吗 周围的人看不到 他就说看到 通常这些病症 就是黄昏的时候 天口暗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些 以老人家的背景来说 很多时候就会觉得 就是见鬼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发觉老人家 经常都会讨论这件事 的话 那又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幻觉 都可以是部分 失智症的病症 最后说一说 一个 比较少见的 腦退化的原因 叫Pix disease 它就比较少见 但是它比较年轻 就开始 就是45岁之后 都会有机会有病 这种是非常可怕的病 主要神经元的流失 就在我们脑部的前面 就是额头后 前面这部分的脑部 和两边的脑部 我们额头前面的脑部 主要控制我们的个性 就在侧边控制语言 如果主要这些神经细胞 大量流失的话 那这种病 有时候就会影响到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 Dish Inhibition 就是说 人都是动物而已 就是说 有那种兽性在那里 那就是说 主要我们就是 人之为人 就是有一些 social norm 就是有些社会的规范 那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如果说我们的前额 那里的脑部 就是我们的frontal loop 那部分的脑部 出了问题的话 那就会有些Dish Inhibition 就是说那种压抑 我们的原始本能 那样东西 就会移走了 这些病人 你会发觉 他本身是很正常常 或者很斯文 突然之间就就变得很 例如可能会说 很多性骚扰的东西 骚扰其他女同事 那就是说 很多时候 这些人如果有这个病 又不知道 就会突然间 这个人好地地 突然间就上班 就可能性骚扰 人家 有些时候 也会变成 就是一些大吃大喝 就是over eating 就是本身 可能他都是正常的 吃东西 或者他都不吃得很健康 突然之间 就会不停地 吃光你的冰箱 那些东西 你收起东西 之后 他可能会去店铺买 那些东西 甚至有些时候 他会去偷 最令人 就是家人痛心的东西 比如说 太太和老公一起 突然间发觉 老公 就是大家本身很恩爱 突然间发觉老公 就好像感情变淡 不理不理老婆 或者不理子女 本身很疼 那些子女 常常跟子女出去玩 但可以完全不理子女 自己在家玩手机 看电视 有些孩子就这样出街玩 去到几点都完全不理 有些太太 就会以为老公 或者有外遇 或者是婚姻出了问题 需要什么辅导呢 后来就做一些测试 才发觉原来是这种 pix disease 影响到那个人 没有了那种同理心 没有了那种 跟人建立感情的能力 大家细心想一想 这样的情况 真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处境 即是你嫁给他的人 希望和他一生一世的人 人就在 好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脑腿化是 人的consensus 清醒那里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看到人在清醒 看上来 你不出声都好像好地地 但是人的灵魂 就好像原神出竅 那已经不在了 他又不认识你 他又不认得你 他又不再认得他 但是人就还在那里 那些子女 看到爸爸在那里 但是爸爸已经不在那里 那些子女 那些子女 就真的 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 真的很不美好 上天想了很多方法去折磨人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